大家好,我是Kevin,真的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杰斯故事,以及我对任志套系列产品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是一堂讲说,我更多的认为这是我对这款产品的一个理解吧,我希望把我的理解和一些我认为比较前沿的一些理念分享给今天所有在线的伙伴们。 那么有很多伙伴知道我之前的故事,由于不是很方便我就没有把照片放出来,因为我从小由于身体的原因就一直在住院嘛,就从五个月开始,基本上在12岁之前,我每个月都有半个月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扁脑体发炎, 但是每次发炎之后父母就会很紧张,怎么办?去医院,去医院有什么办法?打抗生素。 所以就从小就是这种大量的抗生素的摄入,导致我在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我的体重是以一个直线的水准上升。 大概也就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左右吧,那个时间段我的体重到了巅峰,当时有363磅,我不知道伙伴有什么概念啊,就我的牛仔裤是穿54码的,当然在大陆是不可能找到的,可能36码都已经很少了。 最大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在我每次起床的时候,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坐起来,或者说用手支撑的爬起来,我一定要翻滚到床边,面朝下一只脚碰到地,我才可以就是从床上起来。 那个时间段对于我来说,不只是身体上的负担,更大的是心理上,就是当我处于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出来社交的,曾经我认为自己很开朗,但是有那么两年的时间,我每天就是在家里待着,打游戏,因为我真的是不想出去交朋友。 我母亲看到了我当时的生活态度,所以说她就一直很想改变,在她看来,我的这一切是由于她的一个决策上的失误而引发的,而导致的,所以说我母亲就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帮助我,去改善我的身体。 最开始从看医生,然后很早的时候她就有带我去健身房,也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坚持下来吧,就真的当时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我有接触到各种各样公司的产品,对我来说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的。 直到14年的时候,我母亲遇到了杰斯公司的产品,当时她把产品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只有一个idea,就是哇,我妈又被骗了,她又要把这一堆东西拿给我,但是我,因为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我不可以不用,所以说我就想拿自身去证明,妈你不用再给我买了,这个东西没有效,所以说我就开始尝试的吃,在她看不到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把它藏起来。 因为我想说,如果说一段时间没有变化的话,我母亲可能就会放弃,但是没有想到,前三个月,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我的经济,就是我的精神好了很多,所以说在第五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愿意出门了,就是我觉得终于有一个好的睡眠了,之后我的精力很充沛,然后三个月之后,未来紧跟着12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是每周 10公斤的往下掉,我在那15个月的时间内,减了140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款产品,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所以说在那个时间,我认为,好,我健康了,虽然我还是很重,但是我健康了,我有很多事情我想去做,那既然我要, 有想法去做的话,那我就要去实施,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并不认为,我要去跟杰斯公司,有任何的串联,除了我是他的一个,单纯的产品使用者,因为我连消费者都不是,我母亲是消费者,我是产品使用者, 对,在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做健身教练,然后先是开始健身,非常热爱嘛,两年的时间我就考了教练牌,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的教练,我也很想说成为职业的运动员,或者说就是很出名的教练,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很忠于他,我很热忠于他,但是当我把他变成职业,变成一个生财工具的时候,他成了我的负担, 我每天可以在健身房12个小时,为别人去服务,去改善别人,但是最后换来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愿意再去进行我自己的训练, 我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要改变,我很想说有什么途径可以让我达到财富自由, 我不想说在我四五十岁之后,退休了之后,我再去从事这份事业,这个爱好,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了, 所以说我一直在想,因为当时没有概念什么是管道士收入嘛,所以我就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达到财富自由, 而且一个非常的机缘巧合下,我听到了我母亲在分享,因为在我看来, 他在家的生活就是我每天出去工作之前,他在家睡觉,我每天下班回家了,他还在睡觉, 但是有一次听到他分享,我听到了,就是他的收入在每天这种生活节奏中, 他翻滚了两到三倍,我在想,哇,这个平台有点意思,我想去了解一下, 也是这个契机,我就跟母亲去到了一八年的澳门年会,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在这个平台上闯出一番成就吧, 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而且让我受益了这么多, 那我很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我推广市场的时候,我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的, 因为现在在北美有一套非常火的Zen28的计划,可能大陆的伙伴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北美非常火爆,包括大中华区的台湾地区也是非常火爆的, 那么这款产品到底有什么不同于市面上的其他这种健身的补给类产品,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好的,那么第一款呢,就是这个Renfuse, Renfuse就是一个纤维,就是刃鲜乳清蛋白液,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蛋白粉, 但是为什么我会,就是今天来讲, 这款蛋白粉就是不同于市面上, 以及这款蛋白粉的领先之处, 首先,这款蛋白粉是一个乳清蛋白, 加上True Cell的这个烙蛋白, 从这一点我们已经超越了, 我们不是单纯的快速性的那种蛋白质, 我们还有一些缓氏蛋白进行融合, 其次呢,它有义麦芽挂糖, 这个等一下我会慢慢的去一点一点讲解, 并且它有五种高达40亿的乳酸菌, 也就是益生菌, 而且它使用的是PFC配方, 那么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讲, 这个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使用蛋白粉, 首先,就是蛋白质的摄入是我们人体的三大元素之一, 三大营养素之一, 我们一定是需要碳水化合物, 然后脂肪和蛋白质的, 对于很多运动, 或就是运动员来讲, 我们需要摄入, 不是运动员, 就是健身爱好者来讲, 我们需要摄入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通过饮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达到, 但是有两个弊端, 一是会非常非常的贵, 像我这个体重激素, 我每天如果要达到我的蛋白质, 我的早餐可能要吃18个蛋, 然后我的午餐可能要吃一公斤, 两公斤的牛肉, 晚餐还要差不多一公斤牛肉, 这个开销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试过, 但是后来我发现真的有点贵, 如果说经济水准可以达到的情况下, 我们吃这么多的食物, 对身体的负担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一定是需要一些, 就是额外的补给类的蛋白质收入, 而蛋白粉是最佳的选择, 首先它的吸收应用率, 目前市面上的蛋白粉, 基本上都是乳清蛋白粉, 这些吸收应用率都能达到90%以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这已经比我们日常摄入的食物要好很多了, 但是如果说在市面上的蛋白粉, 它针对的人群真的是只有健身认识, 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 所以说在很多, 我接触到的很多刚开始健身的人群, 甚至说不健身的人群, 他们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去摄入这么多额外的蛋白质的, 如果说它在市面上购买的蛋白粉, 它只使用了半个serving, 或者说一个serving的话, 这个蛋白质可能会让它的体内的, 它的蛋白质摄入可能会超标, 会对肾脏造成很大的负担, 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很多人都会说, 喝蛋白粉不好, 会让肾脏结实,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 并不是说这个成分里面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单纯的我们代谢补掉, 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问我,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蛋白质呢? 首先, 如果没有蛋白质, 我们人体会大量的流失肌肉, 流失肌肉之后, 我们一定会开始老化, 因为等一下我会再提到这一个点, 那么既然我们要选择蛋白, 就是选择蛋白质摄入的话, 为什么我们就是不需选择一个更完善的蛋白粉, 那么就是任系列的这个infuse这款产品, 除了我们日常需要摄入的乳清蛋白之外, 它还有一点非常非常好, 它还有缓氏蛋白,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烙蛋白, 它可以在我短期之内, 为我身体就是在七秒钟之内就有蛋白质摄入, 可以让身体开始吸收, 并且在未来的八个小时之内有源源不断的蛋白质, 帮助我们身体去补充, 那么在市面上有没有这类的产品? 有, 但是定价是真的高到离谱, 如果说我想说, 就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想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可能要满意到两种不同的蛋白粉混合在一起, 甚至说更多, 因为我们很难达到品质, 品质上就是跟ZEN这个系列是, 就是一样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这个寡糖, 寡糖这个成分很神奇, 就是大家都意识到, 因为现在糖分的摄入会让我们加快老化, 加快衰老,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提倡断糖, 低糖这样的饮食, 这样可以吗? OK, 因为糖分是一种, 不是人体的必需品, 甚至说人体除了在必要的时候, 就是紧急的时候之外, 是我们不需要这个成分的, 但是完全把它断掉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市面上就开始有大量的寡糖类的产品出现, 所谓的寡糖就是一种大分子的结构, 它这种糖分是不可以被消化的, 所以说它达成了一个摄食纤维的效果, 就是它在肠胃里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同时你又没有办法去消化的, 所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所谓的解决通便的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而且它可以把我们所谓的速便给清理出来, 我们这款产品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成分,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五种这个医生菌, 我身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 就是我的team里面的合作伙伴叫Eason, 他使用产品之前应该有蛮多年的, 我认识他很久了, 他的体重一直是在150磅以下, 从来没有超越过150磅, 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坎儿, 然后我并不认为他吃的很少, 因为我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他吃的蛮多的, 而且他吃的很健康, 但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运动, 他都是不长肉的那种, 这就是由于肠胃的一些问题导致, 他没有办法去把他摄入的食物, 就是完整的, 就是正常的吸收, 所以说他的肌肉是没有办法生长的, 在使用了韧这个系列之后, 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58磅, 就是基本上而且可以维持在那个体重, 他真的是很开心, 在我看来我也很开心, 我通过一个简单的分享就可以帮助到他, 但是真正就是怎么说, 就是这个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些, Probiotics就是这些医生菌, 因为他真正的刺激了就是身体内的活性成分, 让我们的胃部就是开始正常的工作, 让他就所谓我们所有消化的, 就是我们所有摄入的食品都开始以一个最正常的形式, 就是开始进行消化以及吸收, 大大的提升了他之前对食品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吸收率, 那么下面这一页呢就是我们任产品以及市售的蛋白粉的一些比较, 首先口感上的话, 我相信很多伙伴都已经尝过了, 这个就不用多说, 成分上我们就是一个互方的成分, 通过都普通的乳氢加上这种缓氏蛋白, 所以说我们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竞争力, 其次就是成分的组合, 因为我们围绕的是PFC, 就是我相信很多伙伴有听过Mark的课程, 就是McDonald的课程, 他有提到过就是我们一定是需要摄入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很多伙伴, 我相信很多伙伴会有一个概念, 在最开始我有这么一个误区就是, 我如果想减肥的话, 我想减体重的话, 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摄入脂肪,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我最开始也是大量的去追求这种市面上的那些蛋白粉, 因为在纽约就是他那个营养素的那个表上, 他会标注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 碳水化合物含量可以降到最低, 但是他的脂肪有的可以低到0.3%以下, 我会觉得这样的蛋白质粉对我来说是不是会很好,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像Zen的产品你去看他的脂肪, 他的脂肪含量其实属于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但是这些脂肪是异性脂肪, 是我们人体每天必须需要的脂肪, 我们是需要一些异性脂肪的摄入来维持身体最健康的机能, 否则在身体需要的时候, 因为人体是需要三大营养素来供能嘛, 第一是碳水化合物,第二个就是脂肪, 如果说我们突然掐断了一个供能源的时候, 我们身体很聪明, 它会进入到一个节能力, 机制, 这个机制的情况下就是我身体缺少什么, 我就会大量的储存什么, 所以说在摄入普通蛋白粉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脂肪, 加上我们的饮食可能异性脂肪也远远不够, 所以说很多人他吃得很健康, 但是他会有一些脂肪是永远代谢不掉的,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杰斯的公司的这款ZenFuse的蛋白粉里面是有脂肪的含量的, 其次就是促进代谢以及甜味能源来源, 这些, 我相信很多伙伴会说在市面上任何一家蛋白粉, 他都会说自己是纯天然的, 当然他说的没有错, 但是他会有纯天然的添加剂在里面, 比如说一些矿物质, 但这些矿物质人体真的能吸收吗, 这是不一定的,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各位伙伴可以在家试一下, 拿一个塑料袋透明的那种, 加一勺蛋白粉进去, 拿磁铁在上面刮一下, 可能刮不了几下就会有一些金属的力状的物质出现在一起, 然后之后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矿物质, 这些东西我相信它也一定都是天然的, 但是人体真的能吸收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并不代表纯天然就是好的, 而是我们也要人体能吸收的, 所以说这么一款是蛋白粉面试的时候, 我们针对的人群不只是单一的健身爱好者, 或者说运动员, 我们这款产品针对的是所有人, 那么下面这款产品呢, 就是Zenfit, Zenfit简单来讲就是质炼氨基酸, 氨基酸这个成分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肌肉流失的唯一的, 不能说唯一就是最大的, 最有效的一款产品, 人在24岁, 人类嘛在24岁之后就是开始衰老, 荷尔蒙开始下降, 基本上会每一年都有0.5磅的肌肉在流逝, 在60到70岁, 65到70岁之间这个速度会加快, 加快很多, 肌肉流失, 可能很多伙伴会想, 没关系啊, 我也不想要肌肉, 要这么多肌肉干嘛, 但是肌肉流失意味着我们的基础代谢下降, 基础代谢下降就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最大的表现呢就是抵抗力下降, 然后可能说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会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本身很健康的肌肉, 它是有出水量的嘛, 肌肉含量成, 肌肉比例下降的话, 我们的身体出水量也会降低, 所以说会显得我们比较衰了, 晚上可能睡觉都会休息的不好,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额外的这些质量异酸的摄入来改善这个我们肌肉流失的这个速度, 我相信可能会有的伙伴有意识到就是自己在年纪稍长一些的时候, 我再开始去运动, 我的肌肉想让它恢复生长是真的非常难的, 特别是在50到60岁之间开始运动, 我想说增加一些肌肉含量真的是如果不通过一些额外的产品摄入是真的这个是不可能的, 哪怕你用在科学的运动方式也很难达到就是增加肌肉, 但是配合着我们这款ZenFit这个质量氨基酸就可以最大化的维持我们的肌肉含量, 而且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 第三款呢是ZenShape, ZenShape因为我个人没有用过太多这款产品, 所以说我对它的感受不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之前也有幸听到过几次伙伴的分享, 我了解到ZenShape是一个可以降低饥饿感, 然后就是这么的一款产品, 而且理论上来讲它是Zen这条Protolite, 就是这个产品线上减脂效果最好的一款产品, 我相信肯定每个伙伴身边都会有一些过度肥胖的人群, 也许我们, 也许那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可能会想改变它, 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去达成这个, 这款产品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到你, 每一个, 不能说每一个, 就是我认为95%以上的过度肥胖的人群, 它都会存在一个点, 就是体内的内分泌失调, 就是它的荷尔蒙的不平衡, 而最不平衡的两点就是瘦蛋白, 还有一个叫做胃饥饿素的激素, 是不平衡的, 而这款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去balance, 帮助我们去平衡这两个物质, 让我们身体达成一个最健康的状态, 从而去抑制我们的食欲, 其实并不是抑制我们的食欲, 而是让我们的身体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以及糖分之后, 我们就不渴望更多的这些额外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所以说如果说身边有这些过度肥胖的伙伴, 一定要把这款产品推荐给他,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并且他有提到这款产品是速食可食的, 我相信很多人会存在这个问题, 就像我母亲她是一个素食, 就是vegetarian, 就是她是吃素的, 但是她也存在过度肥胖的问题, 我相信如果这款产品不是速食可食的话, 他一定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伙伴可以大可放心把这款产品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之后第四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了, 从这款产品发布, 从收到货我就一直在用, 这款产品叫做Zen Prime, Zen Prime主要的功效就是用来排毒, 清理肝脏的毒素, 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像我们开的汽车, 可能是一辆非常非常好的车, 但是我们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 要给车换机油, 如果不换机油的话, 车的性能是不是提升不起来, 那么换机油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之前用到脏的那些油给清理出来, 再加入新的进去, 否则的话我们的车的性能也不可能达到最大化, 那么我们的身体就像这辆车一样, 我们之前摄入的这些不好的物质, 体内的毒素, 就是那些已经用到脏的机油,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东西清理出来的话, 我们收入再好的这些补给,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这款产品可以在, 就是可以帮助到你清理身体的, 就是这些毒素, 那么具体需要怎么去使用这些产品呢, 我相信各位伙伴都会多多少少有自己的一些概念,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相信我, 就是我想把一个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在正常吃早餐的情况下, 我们多半杯的那个Zinfuse, 就半杯就可以了, 之后在早餐和午餐的家餐之间, 我们再把剩下的半杯Zinfuse吃, 就是喝掉,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吃半根香蕉, 这样的话, 就是午餐之前的所有营养都是非常均衡的了, 那么午餐我们就正常的吃, 但是在午餐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们就用Zinfuse那个叫什么质量氨基酸, 加上我们的Zenshape以及Zenprime, 都是在餐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我们要把它吃下, 然后如果说有的伙伴有运动的习惯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吃Zinfuse, 在运动的过程中吃也是一样的, 那么晚餐之前呢, 就是也是Zenprime和Zenshape,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胶囊, 一个是粒状的这两个产品一起吃, 然后就是这样的cycle, 就是就这样的用法, 我相信各位伙伴坚持7天, 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反应, 那么下面呢, 我就想提到的就是一些, 因为我也是今天才看到嘛, 就我想说就是有一些问题, 我相信各位伙伴也会有共同的疑惑, 那么就是如果说我单单服用Zenbody系列的其中一款产品是可以的嘛,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对, 因为我们根据身体的需求, 所需要摄入的东西不一样, 打个比方, 如果说我每天的饮食, 如果说足够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必要去Fuse & Fuse的, 但是如果对于像我母亲这样的素食者来讲, 他的蛋白质摄入不够的情况下, 他一定是需要的额外的蛋白质摄入, 如果说他的身体别的问题都没有, 只是单纯的营养不健康的话, 那他只要使用ZenFuse这一款产品就可以了, 我们整个Zen的Product Line, 它起到的效果, 不只是单纯的去补充, 我们从最开始的清理到平衡, 就是通过补充再到平衡, 是一个一系列的过程, 所以说根据我们每个人的需求, 然后我们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Zen Prime可以一直用下去嘛, 这个问题我想我在刚刚讲Zen Prime的时候, 我就有提到, 从我收到产品到现在我一直在用, 所以已经远远超过了28天, 因为Zen Prime是一个排毒, 就是去代谢肝脏毒素的一款产品, 我相信通过7天, 我们可以把体内堆积的绝大部分的毒素代谢掉, 但是通过压力也好, 饮食也好, 就是大环境, 就是这种大环境下, 我们每天身体就是再次产生的毒素会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就是只用7天就把它停掉, 就再也不用了, 或者说用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一直的用下去, 甚至我现在是加量在用的, 因为一是体重的问题, 二是我认为我体内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些毒素, 是需要去加量去代谢掉的, 所以这个伙伴可以大大的放心。 然后就是在体重管理之前, 进化身体的用意是什么? 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伙伴们也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在吧, 就是我们来使用这套产品, 可能很多伙伴爆出第一想法是我想要减重, 但在减重之前, 我们需要达成的一定是去平衡我们体内的状态, 不只是我们的营养素, 而更多的是我们体内真正身体的技能, 我们要把身体调节到一个最初的状态, 就像我们刚出生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我们身体自然而然它就可以回到最佳的那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减重, 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补充什么东西来让我们的身体去瘦下来,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整, 让身体达成平衡, 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恢复到最理想的状态, 这不仅是胖子, 就是像我这样的减体重, 也可能会像我伙伴医生那样, 本身是偏瘦而慢慢的一点一点变到正常, 甚至说它如果以后想变得更壮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真正的根治了它的状况吧, 那么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好, 像伙伴们一定都是有用过杰斯产品, 就很多杰斯产品的嘛, 像用配权或者说Luminous系列, 前期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适应器, 绝大部分伙伴嘛都会有这么一个适应器, 那么ZenBody这个系列会嘛, 会但是非常非常少, 我是那个比较有幸没有就是没有那个适应器出现的人, 但是我有遇到过就是我之前的客户, 他也是属于一个亚健康非常非常瘦的厌尸症患者, 当时还没有任系列出现, 我只是有建议他去补充一些维生索, 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些明显的反应, 就是他会亢奋, 亢奋到睡不着, 但是这些东西里面并没有咖啡因, 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去帮助身体补充了他需要的一些营养之后的身体的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所以说大家可以大大放心,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真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使用了Zen的产品之后,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配合运动, 这个图上面有想就是一边是, 就是Zen系列就像一条腿一样, 而运动是另外一条腿, 我们需要去搭配, 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但对于我来说, 像有一个理念就是, 可能大家都会想说我要养生, 我要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单单的通过保健品是不可以的, 它不是全部的, 就像中国提倡的养生, 像我们目前追求的很多的饮食方法, 比如说一些马拉松运动员在追求的生酮, 加上哥本哈根的饮食法, 或者说我们的低糖断糖都好, 这只是一部分,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健康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是合理的运动, 一定是合理, 科学的运动, 加上健康的饮食结构, 再加上足够的营养素的补充以及摄入, 它才能使我们真正的健康, 当然大环境, 就是空气的质量, 以及我们睡眠质量压力各方面, 我们都需要达到一个很balance的点, 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健康, 所以说无论任何的产品, 它都是需要配合这一系列的生活习惯, 这是一个lifestyle, 就是它一定都是搭配起来, 才能让我们的品质一点一样的提升, 而在我们如果说实现不了这一整套, 就是健康的生活, 高质量的睡眠的情况下, 那我们肯定是运用的越多越好, 就像我们的产品加上运动, 它的效果一定会比我们单单的使用产品会好很多, 那么使用Zenbody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就是有很, 就是我比较有发言权, 因为在我刚开始使用Zenbody的时候, 它还不是一套新的产品, 它还是老的, 就是当时的现在Zenfuse才叫Zenpro的时候, 我当时有用过产品,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 在前半年我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除了口味上, 就是我会发现这款蛋白粉的口味上, 是真的好很多, 但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真的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变化, 但是在我长期的摄入了这款产品之后, 我发现就是无论从身体的负担来讲, 以及我就是胀气啊, 或者说排便的通胀各方面的这种来讲, 以及我的睡眠质量来讲, 我都觉得好很多, 因为像之前吃别的品牌蛋白粉的时候, 我需要很大量的合适, 对我来说上厕所就是每半个小时到40分钟一次的事情, 所以说白天基本上就是在上厕所, 或者说找厕所的路上, 这就是我使用认之前的一个状态, 在使用了认之后, 我还是有在喝水, 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了, 因为我能感受到我的身体没有这么大的负担, 所以说具体多久才会有改变, 当然是因人而异, 我相信各位伙伴, 使用上之后一定可以看到它的效果的, 那么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新的Zenbody计划和旧的产品, 没有什么分别, 之前的Zenbody系列, 我认为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但是这次我们的新的这款产品推出了Zenprime,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 非常值得去推的一款产品, 因为有了这款产品,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达到所谓的身体的平衡, 如果我们不把体内的这些东西清理出去的话, 是很难的, 市面上不凡一些就是清理肝脏毒素的药物在, 但是这些你难免会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 不知道它被很厚的研发的很对, 也不知道这款产品到底会有没有负责用, 因为Zen的产品已经是经历过很多很多, 就是不同人士的, 不同人群的试验过之后, 它才推出了一个最新的一款产品, 并且这款产品有500万的理赔额度, 如果说在我们服用了之后, 或者说在我们化验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问题, 对人体有害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获得这个500万理赔额度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大大的放心去使用这么一款产品, 并且我们的Zenfuse增加了这个true cell的蛋白质, 它会给我们提供保护感, 也就虽然说我们的产品不是代餐, 但是这个保护感可以让我们在没有办法去, 就是高频率进食的情况下, 来替我们去把这个就是当做一个代餐吧, 所以说公司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Zenfuse系列的Zenfuse是一个代餐, 并且它里面有含种, 含有这种Probiotics, 就是它的益生菌, 以及这五颗的膳食纤维, 我相信真的, 如果我们把这款蛋白粉拿到别人的面前, 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 以上就是我认识这款产品的一个看法, 证义 然后 它具体有什么